OK 好 所以我們就是這個地方 這個是麥克風 所以我們一開始我們就直接看影片好了 因為這個其實大家知道是一個非常蠢的計畫 為什麼別人用C++來寫呢? 就是因為Python太慢了 所以一開始不可能成功的計畫 不過還好有PyPy 因為如果用CPython的話 這個Lighting Talk根本放不完這個開機程序 這開機用CPython寫的話 要10分鐘 還好用PyPy的話可以快10倍 我們只要一分多鐘就可以開機了 不過正常的Python開機大概五六秒就開完了 所以大家知道這是一個很蠢的計畫 不過可以看到小時候很熟悉的畫面 有聽到聲音嗎? 可能沒有關係 沒有聽到聲音沒關係 所以這個我剛才找不到怎麼接那個音效線 可以看到下面它還有Console一些訊息 好 這邊的話我們用的主要是用C-Types 然後去吃Pse也沒有Plugins 就好像可以做一些 比如說像是那個視訊輸出 或者音效這些東西 你可以看到不錯 很正常的進到BIOS 還可以操作 因為我這個Plugin那些都有用到 所以它本身是沒有GOI的 本身我們這邊沒有GOI 只是用它的Plugins 可以看到都可以操作 好 可是有一個問題 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呢 因為我們沒有那個GOI去控制它 所以它 我一直不知道怎麼去 就是你要是想要離開這個城市 是很困難的事情 因為它沒有GOI 如果你 我這邊沒有 你左上角打叉叉它不會停 唯一的方法就是 在右下角選到那個Console 按Ctrl-C 不過還好 我們有一個很優雅的方式可以離開 等一下可以示範 你就去選CD Player 按下去就好了 它就會當掉了 馬上很優雅的就離開了 就不用去按Ctrl-C 那太糟了 可以發現它整個當掉了 因為我們CD Player還沒有 還沒有那個去 還沒有去把它寫好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說呢 我為什麼要選這個程式 為什麼要選這個計畫 這麼蠢的計畫 為什麼要選 好 那這個投影片 之後大家可以慢慢看 就是如果有興趣的話 雖然沒什麼 但是可以慢慢看 但重點是我之前呢 我之前有寫了很多 業餘的計畫 像去年有中文手寫 然後之前還有Kindle 還有反正一些手機的程式 但是一年前發生了一個慘劇 這慘劇就是 這個故事很長 我兒子出生了 我當然也不能說我太意外了 因為我大概十個月前就知道 這件事情會發生了 但是呢 事情比我想像的糟很多 事情比我想像的糟很多 所以直到我神智恢復的時候 我兒子已經十個月了 那個十個月我就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寫 但是我還是想寫神智怎麼辦呢 我就選了這個計畫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東西呢 不需要太專注 因為你看 CPU GPU都是分開來的東西 你把它分開來寫就好 你不需要長時間專注 然後CPU每個指令都可以分開來實行 好那 所以我之前就一個指令 先寫LUI怎麼做 再ORI怎麼做 LUI怎麼做 所以這樣還蠻有趣的 一個指令一個指令就可以慢慢做 有短暫時間就可以把它做出來 好 好 那 因為很多技巧 但是我這邊只介紹一個簡單 我這邊裡頭用到一個簡單技巧 你程式要不然就可以寫很優美 要不然就會寫得很快 通常又醜又快 要不然又優美又慢 這是優美的方式 我們怎麼做呢 你幫每個指令放在表格裡頭 然後呢用個table 就是我們的Python的Switch 非常優美但是非常慢 因為你那個Pypie 沒辦法把它最佳化 所以我用了一個 你看到這邊expand dispatch 這個東西是一個 等於是一個meta-programming方式 它怎麼做呢 這雖然是我寫的 但是經過這個東西 它等於是做一個source transformation 把它變成像這樣子 所以Python要跑的時候 變成一個 像二元素分支的東西 所以用了一些所謂meta-programming技巧 明天也有 海權也會講這方面的東西 那 所以這件是主要用到的技巧 好 那 還有時間嗎 一分鐘很好很好 這個很好的時間 我們這邊的話 你可以看到說 還有一些其他方法加速 所以是一個之後的一個方式 就是我們可以用什麼方法加速呢 我就打算用Rpython的GIT 因為Rpython如果大家知道的話 你可以寫一個植意器 那它自動幫你變GIT 好 這是我當初的想法 沒想到其實沒那麼好 因為它那個Rpython 只支援那個有號的32位整數 那我用大約一大堆 那個 五號的 就是正整數 然後再來 我想用ShareSkin 可是ShareSkin呢 它很多東西也不支持 所以 我那個東西還要再稍微改寫一下 不過最重要的是 ShareSkin沒有C-types 沒有C-types 所以這根本就是一個 非常蠢的計畫 不過呢 我希望 主要我用這個計畫的原因 是我可以把它學起來 我是說 我還是學到一些東西 之後的話 也許會把它 改成JavaScript的方式 看看速度有沒有會比較 更慢一點 謝謝大家